同学们大家好,在使用RecurDine软件进行建模时,我们常常需要对模型的位置及姿态进行调整,此时我们则需要使用到平移或旋转等操作。 RecurDine提供两种工具,Basic Object Control和Advanced Object Control,这两个工具的使用频率非常高,也非常重要。 将分为两期视频,向大家分别详细讲解这两个工具的用法。 首先我们打开RecurDine软件并在主界面左侧的工具栏中找到这两个图标。 单击图标后,就可以使用这两个工具。 上面这个是Basic Object Control,下面的是Advanced Object Control。 这节课我们先来学习一下Basic Object Control。 首先,我们打开Basic Object Control工具窗口。 第一个功能是Translate平移。 我们可以选择Scalar Translate,标量平移,或者Vector Translate,矢量平移。 选择Scalar Translate时,我们需要先在Outset Value中设定平移数值,这里我们设置成70。 再选择黄色小球并点击移动的坐标方向。 这样小球就会按照选择的方向以70毫米为单位移动。 我们需要注意一下Reference Frame,即参考坐标系。 在一般情况下默认为大地坐标系。 平移的坐标方向就是大地坐标系三条坐标轴的方向。 当然,我们也可以点击M按钮来选择参考坐标系。 如果我们选择Marker一当作参考坐标系,那么小球的平移方向将由Marker1的坐标系来决定。 看,是不是点击X的移动方向和Y的移动方向都和前面不一样了? 所以,参考坐标系的选择十分重要。 需要我们根据具体情况做选择,后面就不做赘述了。 如果选用Vector Translate,我们需要先在方框里指定向量作为平移量。 比如0、100、0。 然后选择小球再单击Apply按钮。 如您所见,小球会沿着Y正方形平移100毫米。 第二个是Rotate,旋转工具。 这里也有Stalar Rotate,标量旋转和Align Markers,坐标对齐这两种方式供同学们选择。 首先演示Stalar Rotate。 和Translate一样,我们也要注意参考坐标系的选择。 在默认坐标系的情况下,旋转轴就是大地坐标系的三条坐标轴。 在Degree中设定旋转度数为30。 然后选中绿色圆柱体为旋转对象。 通过点击旋转按钮使其绕着指定的坐标轴和方向进行旋转。 如果我们单击M按钮将圆柱的置心坐标系设定成参考坐标系,我们会发现旋转轴也会随之改变。 如您所见,圆柱会绕着自己的置心坐标系进行旋转。 如果选择Align Markers,则可以将目标实体旋转,使得指定的坐标与参考坐标系对齐。 或者也可以理解为将目标实体按照选定坐标和参考坐标之间的相对角度进行旋转。 在这个示例中,我们选择大地坐标系作为参考坐标。 然后点击M按钮选择要长方体上的坐标Marker1。 最后选择长方体为旋转目标实体,单击Apply按钮。 此时长方体的姿态发生了变化。 调整后,长方体上的Marker1与大地坐标系方向一致了。 最后是Translate Rotate,只同时进行平移和旋转操作。 首先设置平移的向量。 这里选择坐标系类型——迪凯尔坐标系和圆柱坐标系。 然后定义旋转的角度。 旋转角度类型可以选择Angle 313,即ZYZ和Angle 321,即ZYX。 Rotational Axis Marker为旋转的参考坐标。 这里我们指定圆柱的置心坐标系作为旋转轴坐标。 Reference Marker是移动参考坐标,默认为大地坐标系。 然后输入平移的向量400,0,0表示向X方向移动400毫米。 定义旋转角度30,0,0表示绕G方向转动30度。 选中圆柱体,单击Apply按钮,圆柱体即可同时完成平移和旋转。 平移和旋转的操作比较简单,同学们可以一边学习视频,一边自己也去尝试一下。 Basic Object Control的功能我们已经介绍完了,同学们可以打开Recordine软件去实战一下。 下节课我们继续学习Advanced Object Control的功能。 这里有我们的官方技术交流群和公众微信号,快来扫码加入我们吧。 下节课再见。 下节课再见。